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被称为最美水鸟的紫水鸡 紫水鸡最早是在19世纪的中期在厦门被发现记录 但是因为环境的一个变化 紫水鸡在厦门一度是消失了一百多年 在去年的三月 我是官鸟爱好者在小安区张代桥水库 突然发现了黑背紫水鸡的种群 这个消息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甚至在央视的新闻联播也进行了报道 但是呢 在今年的三月份 也就是在黑背紫水鸡即将进入繁殖季的时候 记者发现张代桥水库当时的一个繁殖环境 很让人担忧 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又过去了 黑背紫水鸡的生存环境有没有好转呢 我们来看调查 5月31号上午 记者再次来到张代桥水库 在水库边上 保护紫水鸡的两块宣传牌倒覆在地 通往水库内的小路也已被杂草覆盖 整个张代桥水库库区呈现出无人管理的乱象 其实在三月初呢 我们就曾经报道过张代桥水库 由于疏于管理紫水鸡的生境 遭到破坏的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能够看到在这里 两块用于宣传和保护紫水鸡的宣传牌子呢 仍然是倒在地上 没有人处理 时间回到2016年3月底 厦门管鸟会成员在张代桥水库 记录到了19只黑贝紫水鸡 初步确定这一区域 已经成为黑贝紫水鸡的一处繁殖地 黑贝紫水鸡最早在厦门被发现并记录 但是1900年之后 黑贝紫水鸡在厦门就消失了 直到2013年 官鸟爱好者首次在吉美发现了 黑贝紫水鸡的身影 而张代桥水库的发现 则意味着黑贝紫水鸡在厦门有了固定的繁殖地 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种群 当时我们栏目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 央视新闻联播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报道过后 市区相关部门都对黑贝紫水鸡的保护 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不知道每个设计器 加之下跨那个映画那个现场端 再加大的现场 它耐生存的 还有它栖息的环境 为主是这个湿地 像芦苇啊 香脯啊 还有我们那个芦族啊 尽量保持这个湿地的这个延伸态 然后结合各方面的综合治理 能够更有利我们这个湿地的环境 然而从眼前倒下的宣传牌来看 黑贝子水基繁殖地的保护 似乎被遗忘了 记者观察到黑贝子水基 赖以生存的水竹槽等水生生物 不仅没有如相关部门所承诺的 保持原生态加以种植 反而是越来越少 当第一位村民说 近一年的时间 尤其是在去年台风墨兰地侵袭过后 这处黑贝子水基的繁殖地 就几乎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 没有人员巡查 在水库中有人随意捕鱼 甚至还出现了打鸟的现象 车来 用车打 在车里面打 都是晚上是吧 小晚上小白天 都是年轻人是吗 是啦 是你们本来不是 不知道 他们是有打鸟还是 是打鸟的枪 这样就是打鸟的吧 整体环境变差 再加上人为的干扰甚至是危险 在原来发现黑贝子水基的 张戴桥水库区域 记者渔冠鸟爱好者 共同寻找了一个多小时 始终没有再看到 黑贝子水基的踪影 现在因为没有标志 所以他们认为说 随便可以在这边钓鱼 捕鸟 他们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 像这一块地要保下来 那不是说说而已 相关部门马上动起来 前期的投资应该也不会很大 就是设立一些警示牌 派一两个专职来进行管理 我们过了这个繁殖期 那慢慢就会好起来了 所以从现场的调查看来 黑贝子水基的生存环境 变得更加的不好了 子水基的繁殖期 是在每年的四月份到七月份 如果去年的三月份 黑贝子水基是第一次 在这里繁殖的话 那么现在应该是 他们的第二个繁殖期了 经历了两个繁殖期 按照道理来说 自水基的数量应该会增加 但是现实情况实在让人担忧 下门的官鸟爱好者介绍说 去年三月底 他们在张代桥水库 统计到的黑贝子水基 数量为19只 去年繁殖期后 数量没有明显增加 今年四月份 他们统计到的黑贝子水基 数量却直线下降 仅剩四只 而当月 一只意外死亡后 剩余的三只 也在五月初消失不见 这之后 官鸟爱好者在水库周围 仔细寻找 终于在张代桥水库另一侧 发现了剩下的三只 黑贝子水基 然而这时 其中一只黑贝子水基 翅膀已经受了伤 孤零零地落在树上 另外两只也远离岸边 躲在草丛中 官鸟爱好者认为 是因为原有栖息地的水草 不断减少 已经不适合黑贝子水基生存 所以他们才离开了那里 那边水都很深 没有任何的这些 像水株草 水株连 所以它就很难在那边生存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你看还有剩下一些水株草 然后像一些树 它可以在树底下 可以有这个繁殖 休息的 那有些青草 它可以吃这些草的梗 所以它就会 就在这个地方活动 据了解 黑贝子水基生性胆小 如果频繁有人员往来 他们很可能还会抛弃 这处栖息地 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而新发现的这处栖息地 虽然远离村庄 但依然有三条 宽约一米左右的土路 可以进入树丛当中 为了让黑贝子水基 不被人打扰 也避免有打鸟现象的出现 6月1号上午 新店镇彭厕村的村民出资 把三条通向黑贝子水基 栖息地的土路隔断 将这处栖息地保护起来 就是把这个两边的 那个档土 把它挖开两个大窃口 让那个 那个捕鸟的 它那个捕猎者 它不会往里面走 作为彭厕的村民 我们当然也要作为那个保护 那个紫水基的遗分子 大家都会贡献 自己的力量 保护了紫水基 也等于保护了一种 非常冰率的物种 它的冰率的程度 甚至是可以我们讲说 不以为我们现在 所保护的这种 国家一级二级的 甚至说出环这种鸟类的 而且它的故乡 是在夏门的 它对于夏门的保护 是意义更是非常的深厌 紫水基完全可以是 夏门一张非常好的 城市的一张名片 记者王玉坤 高志强报道 继续看新闻 下周就要高考了 考虑到交通和休息 有些住得离考场 比较远的考生 可能会选择 考场附近的酒店 暂住或者是午休 一些酒店 也是推出了比较应景的 高考满分客房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捷 和贴心的服务 夏门六中 是我是高考的考点之一 往年临近高考 周边的几家快捷酒店 都会迎来不少高考家庭 尤其是中午的午休时间 终点房的预定量都比较大 但今年的情况 却比较反常 虽然距离高考不到三天 但这家亚速快捷酒店 只定出了四五间终点房 隔壁的七天连锁酒店 预定量就更少了 前代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暂时没有接到 高考考生的定房咨询 都是中点房 中点房比较多是吧 中午11点半到2点3点 他们其实现在都还没开始定 去年高考期间 是不是定的就很多了 对 基本上现在已经都定满了 酒店方面表示 可能今年的高考市场比较慢热 预计要到零考前 才会迎来预定高峰 而另一边 一些中高端酒店 则希望通过更优质的服务 和更舒适的环境 来吸引考生和家长 双十中学考点附近的交通 常常因为早晚高峰出现拥堵 为了不耽误考试 这一带的中高端酒店 近两年来 也受到不少考生家庭的青睐 一些酒店还推出了 高考满分客房 不仅在价格上 给予更多的优惠 还增加了叫醒 送餐等高考专项服务 通常来说客人的早餐只能在五楼使用 针对这种客人的话 高考生的话 我们是可以免费赠送到房间里面 他如果有东西 遗留在我们的房间 一旦我们发现的话 我们第一时间会赠送 会把送到他的这个考场里 记者刘宁杰 高志强报道 一边是考试的学生家长在紧张 一边却有不少市民 已经在为暑期的旅行开始做筹划了 记者发现目前 我是各大旅行社 已经提前开始抢占暑期旅游的市场 夏令营和境外海岛游 是最受欢迎的产品 针对暑期以家庭游为主的 散客出游市场 各大旅行社提前备战 目前暑期旅游产品 已经全面上市 从国内旅游预定情况来看 军事训练 高校游学 科技体验为主题的 夏令营产品预定火爆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暑期夏令营产品 旅行社侧重从孩子的年龄 生理智力的发展阶段入手 在夏令营的主题策划 线路安排 互动缓解等方面 都推出了针对性的特色活动 以前的话呢 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条线路 比如就是大人小孩 或者说不同年龄的孩子 都有在一个团组里面 那我们这次呢 纯粹的针对于相对集中的 年龄层的孩子一起出行 那这样子夏令营的话 能让很多的父母亲放心 同时的话也能让孩子 能够玩得尽兴 随着盛夏来临 暑期初进海岛游 进入一年一度的旺季 记者了解到 今年巴黎岛 普吉岛 长滩岛 沙巴等海岛游产品预定 较往年有两到三成增长 在这些目的地当中 有不少是免签或落地签 在手续办理上 能节省下大量的时间成本 出境油最快 已经进入了预定高峰期 预定的进度是明显比去年要快 那五月的下半月 亲子油的产品预定 环比增长也在30%以上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 本月下旬开始 暑期的旅游高峰就会来临 机票和酒店价格会开始走高 进入一年的最高峰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 提前进行预定是最好的选择 本台记者报道 六月五号是环境日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和我们共同生活 在这个地球上的动物 中国邮政与国际知名 动物画家刘中先生 为第45个环境日 合作设计发行的 真爱环境和谐共存 国版油资明信片 昨天在厦门举行了 全国首发仪式 真爱环境和谐共存 中国邮政国版油资明信片 在厦门市美术馆 举办了全国首发仪式 这套明信片是由知名的 动物画家刘中先生 为第45个世界环境日创作 一套由八张明信片组成 背面均画有珍稀动物 其中包含了 以饱满鲜艳色彩刻画的世界 用强悍鲨鱼和清澈海水 唤醒人们对海洋生态 关注的镜 以国宝熊猫为题材 体现浓郁中国特色和时代主题的 雍 甲午七宝和雾华天宝等等 在首发仪式现场 画家刘中先生 还免费向市民签赠了 200套明信片 曾经走过五大洲 写生五大洲的动物 这次正好是献给 第45届世界环境日 基本上涵盖了 五大洲的不同的有特点的动物 这样的话就是倡导全球 关注生态环境 真爱环境 和谐共存 就是这么一个创作理念 我们就是想让他的这个画作 和我们环保的理念结合在一起 用我们明信片这个载体 来表达出来 另外6月3号至6月7号 在市美术馆二楼 还将同步举办 刘中与史蒂文洛克菲勒艺术作品展 相约在夏季展出他们共赴 阿根廷伊贝拉失地自然保护区 采风创作的艺术作品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两名窃贼 晚上偷电缆线 被民警抓现行 欢迎回来 工地的阳尘控制 能做到什么程度 海苍的临港新城项目 可以算是一个示范 声询报我们来看一下 海苍区的临港新城 是一个保障性安居项目 位于马青路旁 地理位置不算太醒目 但规模不小 面积有32万平方米 13幢楼1865户 工程自去年1月份开工 预计将在明年4月完工 工地一开始就执行了 很严格的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打造的是海苍区 具有示范作用的工地 尽管历次工地考评 都没有抽检到临港新城项目 但它的阳尘防制措施 仍然备受考评人员的关注 被评价为无死角的控尘措施 那我们这块就是说 按照我们工程的实际要求 是我们主动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为了厦门的一片蓝天 就是为了我们工程 这个海苍这块 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就是必须要我们这样做 由于拍摄需要 在我们走访过程中 工地全程开启了 所有的防尘喷灵设施 这使得身处工地的我们 如同进入了雨林世界一般 而事实上 在日常的施工过程中 工地旨在需要降沉的区域 局部开启喷灵系统 但只有做到有备无患 才能最终将阳尘隐患 控制在施工现场之内 想通过打造几个示范项目 能够起到一个引领标杆的作用 然后从而推动我们全区的 这个安全文明标准化施工的 这个落实 记者刘华报道 在网络上搜手机定位服务 就会跳出五花八门的网页 有些人呢 就会轻信网上的这项服务 不仅没有定到位 还被骗了不少钱 近日同安警方就抓获了一名声称 能够提供手机定位服务的男子 市民李先生前一段时间 借给朋友几十万元 但还款期限一到 对方竟然是晚起了失踪 无奈之下 他想到手机定位找人 就在网上联系了一名 自称可以提供手机定位服务的网友 先后缴纳了三千元的费用 当这名网友收到钱后 就把李先生拉黑了 李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 通过调查 民警锁定了一名陈姓男子 有重大作案嫌疑 5月11号 陈某在祥平街道被警方抓获 警察 今年31岁的陈某赖自安息 为什么要做这样 没钱赚 为什么没钱赚 生意失败 做什么生意失败的 做茶 那你不是现在有房子 有车子 有轿车吗 这是以前的 陈某交代 他通常在网络上发布定位服务信息 如果有人需要手机定位服务 就会通过短信电话 与他取得联系 并缴纳所谓的会员费 社外人交了 五百到一千不等的会员费以后 他就发一个一组 哪个账号和密码给对方 那社外人登陆这个网站以后 又要求开通查询的功能 又要二次 骗两千到三千元不等的资金 实际上 陈某根本无法提供手机定位的功能 前一到手 他就将对方拉入黑名单 警察从去年六月至今 陈某通过这种手段诈骗四五十人 而他手机黑名单里就有上百人 目前犯罪嫌人陈某已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任何人的话通过非法的手段 想后继他人的这个信息属于违法行为 大家不要去碰触这块这个法律的规定 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出现了这种大量的软件 手机定位软件或者是手机定位的这个收费功能 这些都是诈骗手段 记者郁伯菲 高志强 特约记者陈贤报道 进入夏季以来 夜间偷盗的案件有所抬头 对此新店派出所加大了对夜间案件高发路段 以及盲区路段的巡逻力度 5月初实际民警就在路面巡逻时 抓获了两名正在偷盗电缆线的窃贼 5月3号凌晨 新店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巡逻时 发现路边有些工人正在追赶着什么 于是赶忙上前询问 然后他们说有人在偷他们的电缆线 被他们发现 但是人已经逃走 他们是按这个方向来找的 然后我们就去找他们发现这些人 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发现 就是有现场有很多遗留的 已经包了这个外皮的一些童心 既然没能得手 民警判断偷到电缆线的窃贼 应该还会再来 于是第二天夜里 民警对案发路段周边加强巡查 不出所料 凌晨三点多 窃贼再次现身 两名男子又到了 正在实施盗窃的时候 已经偷到两根 然后正好我们寻找这里 他们在偷第三根的时候 被我们发现 然后就一举将他们抓获 然后当场电缆线 他们还没来得起 那个包了个绝缘皮 就已经被我们抓获 警察两名男子都来自四川 年龄有二十多岁 犯罪嫌人交代说 此前他们经过这里时 看到路边正在进行路灯安装作业 而施工现场管理也比较松 于是就打起了偷到电缆线的主意 于是两人利用夜间 先后两次从吉美城公交车来作案 没想到都被发现 虽然均未得手 但是他们捡下的这六十多米电缆线 已经导致施工方损失三万多元 目前两名犯罪嫌人 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郁伯飞 高志强 特约记者罗祥宁报道 一名从事铁键加工的男子 偷偷搞了个配套的电缀车间 生产中产生的含有重金属的废水 就直接排放 污染了周边环境 近日这名男子因为污染环境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被告人陈某今年33岁 来自泉州永春 2015年2月 陈某在同安西科镇浦头村 租下了一栋厂房 搞起了一个铁键加工厂 在生产过程中因为一些产品 需要进行电缀加工 陈某就萌生了给工厂添加 电缀车间的想法 当时又处于一个量少 然后电缀的价格比较高 然后还不能及时地 配合客人的一个交期 所以说就萌生了一个 自己买一些简易的电缀设备 来加工 之后陈某在没有像环保部 布门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 就偷偷搞起了电镀和钝化加工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也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就直接外排 2015年4月9号 环保部门突击检查了陈某的工厂 并对工厂排屋口的废水 进行取样检测 结果显示 这些废水中的总个6价格含量 已经超过了国家排放标准的 40.6倍和39.35倍 今年1月 陈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同安法院审理后认为 陈某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有毒有害的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 已经构成了污染环境罪 法院一审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10个月 并处罚金3万元 记者孔祥鹏 特约记者陈宝清报道 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呢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3 空气质量为优 另外今天是周末 我们也来总结一下 我是各区本周的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本周空气质量最好的呢 依然是思明区 其次是祥安 海仓 湖里 同安 极美 极美区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是 二氧化氮 PM2.5 PM10 一氧化碳以及臭氧的浓度偏高了 因为这个温室的效应啊 全球温度的升高 不仅会造成自然生态系统失衡 还会使令人讨厌的蚊子大量的繁殖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近日 科研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 如果全球变暖的温度达到了目标上限 也就是温度升高两摄氏度 蚊子进入成年前的平均存活概率 将会提升53% 研究人员将取自西格林兰岛池塘的蚊子幼虫 放置于温度在4摄氏度到19摄氏度之间 不等的保温箱内 以此测量蚊子幼虫发育到成年所需要的时间 结果发现 无论是蚊子的发育率还是死亡率 都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提升了 温度升高会加快蚊子的发育 但同时也会提高其天敌 如甲虫幼虫捕食它们的速度 但是综合两方面的因素考虑 更快的发育意味着留给捕猎者的时间会更少 而且也让蚊子能够更长时间的寄生于 如驯鹿等动物的皮肤表面 如此看来 温度的升高将会提高蚊子的整体生存概率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明天下面的环境 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很不错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